在很多单亲家庭里面很容易 就是说因为爸爸单亲爸爸 他很容易就是 把这个小孩当作亲徒的对象 那么比如说把他的生活苦处 甚至对前妻的抱怨等等 会跟孩子讲 那常常有的时候单亲爸爸 或者单亲妈妈其实也有可能 那尤其异性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男人毕竟在家务方面 可能负担的比较少 那么女孩子比较早熟的话 她可能就会很提早的 比如说帮忙做饭啦 更懂事 对 更懂事 然后处理家务等等 所以就俨然会有一个小女主人存在 对 那其实坦白说 这对孩子的发展来讲 是不是很恰当的 就不是很健康的 毕竟孩子必须要享受他的童年 他还是要有童心的部分 他还是要维持他的天真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倒是要再提醒 就是现在的单亲爸爸 将来国安 或者是说在跟女儿的相处上 就是要避免把他视作为一个小大人 去对待 提醒一些未婚爸爸 也就是说 因为你对女儿都是相依为命 对 情感年结的痕迹 而且女儿是父亲上一辈子的情人 他又为了要保护他 可是相对的这个女儿也要照顾爸爸 也会爱爸爸照顾爸爸 或者就是也保护爸爸 或者甚至于就是被爸爸保护 占有爸爸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可能他的人格特质 会出现一个就是掌控型的 你把女儿变成一个掌控型 他将来他掌控你一家人 所以他就变成出去 因为他要负很大的责任 要照顾爸爸 要听爸爸的话什么 他就掌控 爸爸你要怎样怎样呢 如果说爸爸个性好一点的 像这个小秉个性很好的 又很天真的人 女儿就有掌控型 爸爸你干什么 到最后就变成他的个性是掌控型 这对于他将来的婚姻 除非找到一个雷同爸爸个性 这个要怎么避免 他可以掌控 这等一下再说 还有一个就是讨好型 就是女儿知道说怎么讨好男人 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 所以在这个情感的勒索方面 要特别注意 这是对很多单亲爸爸要特别注意 对应该真的 这样是非常棒